好的睡眠是疗愈身心的重要关键 但是现在全球有30%到50%的成人都有睡眠的困扰 好的睡眠其实不是睡多久 反而是要在对的时间睡觉和起床 才能够拥有最佳的睡眠品质 所以阿玉废陀很早就有这个概念 他教导人们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生活 达到最佳的健康状态 嗨,我是Lydia 今天要和各位分享三个神奇的阿玉废陀疗愈秘方 帮助你提升睡眠品质 阿玉废陀世界上最古老的养生医疗系统 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非常注重睡眠 阿玉废陀教导我们 睡眠是健康的三大支柱之一 其他两个是食物和能量管理 人体的内部有一个24小时的生理时钟 管管着消化、荷尔蒙释放、睡眠等等 而影响生理时钟最大的因素就是阳光 所以阿玉废陀很早就有这个概念 他教导人们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生活 达到最佳的健康状态 第一个阿玉废陀睡眠秘方就是早睡早起 最好是能够10点前入睡、6点前起床 好的睡眠其实不是睡多久 反而是要在对的时间睡觉和起床 才能够拥有最佳的睡眠品质 阿玉废陀将一天的时间分为6个时段 每一个时段有5个大自然的能量所支配着 这5个能量分为空、风、火、水和土 阿玉废陀的时钟讲求要在10点前入睡 因为晚上10点到凌晨2点这个时段是Pita的时间 Pita的能量是由火跟水组合成的 这个时段长晚的人的消化、排毒、收护功能等等 再来凌晨2点到6点时段是Vata时间 Vata是由风和空的元素手组合成 这个时候人体其实是在睡眠最浅的时候 也是体温最低的时候 所以很容易就能够起床 而且这个时候起来会特别有活力跟有精神 到了早上6点和10点这个时段 来到了Kaffa的时间 Kaffa的时间是由水跟土的元素所掌控的 水跟土的特性就是沉重和缓慢 所以当你越晚起床 你越会觉得起来的时候精神是比较差 会感觉到比较累 Kaffa时间其实更适合的是到外面晒晒太阳 做运动还有吃一顿清淡的早餐 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又回到了Pita的时段 晚上的Pita是帮助你排毒 中午的Pita能量是帮助你消化 还有有助于工作能力 因为Pita的能量也是相对于管理智力 所以这个时间是应该是一天当中最大的一餐 还有努力的工作 到了下午2点和6点这个时段 又回到了Vata时间 Vata的特性轻盈快速多变 让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分心 没办法专注 还有觉得开始有一点疲劳 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想去喝咖啡 或者选择去吃不健康的零食 但其实更好的选择是喝水 或花茶无咖啡因的饮料 然后或者睡个小午觉 帮助你回复体力 到了晚上6点和10点 这个时段又回到了Kapha的时间 沉重缓慢的Kapha能量 能够帮助你释放一天的压力 所以这个时段是休息的时间 现在是适合次段清顿的晚餐 关掉手机和电视 早点休息 10点前入睡 如果每天能够遵循阿玉沸陀的时钟 按照大自然的节奏生活 在对的时间 吃饭 运动 工作和睡觉 那么你就能够预防疾病 维持身心的最佳健康状态 第二个阿玉沸陀睡眠秘方 就是Moon Milk月亮牛奶 Moon Milk月亮牛奶 是阿玉沸陀最古老的 帮助睡眠配方之一 牛奶里面有一种氨基酸能够促进人体的 自然产生退黑激素 帮助你引导睡眠 牛奶是现在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 但是在阿玉沸陀的智慧当中 牛奶是神圣的补品 选用优质的牛奶 然后用正确的方式饮用它 就能够获得牛奶的最大功效 阿玉沸陀教导 牛奶是少数的食品 能够快速地让人体吸收 滋养人体的七个层面组织 然后牛奶也能够帮助人体制造 所谓的OJAS 意思就是生命的能量 优质的牛奶选择要选 有机、草适、全脂和无调整 首先你可以拿一杯牛奶 如果你对牛奶过敏 你可以选择植物奶来代替 将牛奶用小火加热 然后里面放温性的香料 像是肉桂粉、小豆蔻、姜黄、生姜等等 MuMu里面还有添加一个草药 叫做Ashwanga Ashwanga它的中文名是印度人参 它有助于身心放松 全部的香料加入在牛奶后 让它用小火煮大约五到十分钟 在这当中你也可以加入印度提炼奶油 Gi或者椰子油 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使用枫糖浆 来加一点甜度 五到十分钟过后 将牛奶倒在杯子里冷却几分钟就可以马上饮用 之后可以马上睡觉享受一夜好眠 阿玉沸陀第三睡眠秘方 就是学会放松身心 之前有提到焦虑、紧张的情绪 或者用脑过度都是阻碍睡眠的原因 许多阿玉沸陀专家和医生 都会引用瑜伽、冥想和呼吸法 来帮助病患解决失眠的问题 或者任何疾病的问题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呼吸法的练习 叫做四、七、八 对失眠特别有效 四、七、八呼吸法 步骤就是 先由鼻子吸气 心里默默数到四 再来臂气数到七 嘴巴吐气放松数到八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次 深呼吸 数一、二、三、四 臂气 一、二、三、四、五、六、七 嘴巴吐气放松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七、八呼吸法 主要有效的原因是因为 当我们在闭气的时候 它能够帮助你回到当下 不受头脑的限制 再来吐气的时候 加强吐气能够启动腹胶感神经 人体的修复功能 所以下次在床上翻来覆去 睡不着的时候不妨试试试四、四、七、八呼吸法 练习五到十个轮回或直到有睡意产生为止 回顾一下三个阿玉肺腿 第一 早睡早起 第二 睡前喝moon milk 月亮牛奶 第三 睡不着的时候练习四、七、八呼吸法 放松身心 这三个技巧你都学会了吗 邀请你今天就选一样来试试看 希望对你有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